定义 残疾 收入 保障 保险 如果特定的医疗状况妨碍您工作 您和您的家人将如何应付经济问题 今天 用复达人寿的定义 残疾 收入 保障 保险 保护自己 有了这种类型的保护 我们将提供每月福利 如果指定的疾病或伤害 意味着您无法工作 关于界定的残疾收入 保障 范围 残疾或长期残疾的经济后果 可能会对你的生活方式和依赖你的人 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长时间缺情 或以减少的容量重返工作岗位 可能会对您未来的财务安全 产生严重影响 如果您因病或受伤而无法工作 定义的残疾收入保障保险将按月支付 有三种类型的好处 福利水平将取决于 残疾是指定的医疗状况 特定的伤害还是其他疾病或伤害 指定的医疗条件是创伤事件 包括瘫痪 主要心脏手术 中风和大多数癌症等疾病 付款继续直到你停止禁用 只是因为条件 指定伤害福利 如果您遭受了一个或多个特定伤害 立出的过程 保单将支付您在指定付款期的福利 无论您是否在工作 在其他疾病或伤害下的付款 在保单的使用寿命类 总共限于两年 并以残疾收入保障保险 提供了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方法 确保您的收入 免受中期严重事件的侵害 关键事实 年龄 入学年龄为16至64岁 保护在70岁时停止 覆盖级别 每月最高津贴为2万纽币 需经财务和医疗评估 您每年都可以证明通货膨胀 在您申请时 不适用索引 您一次只能申请一个事件 保费 每两周 每月 每季度 半年或每年支付一次 保费一次固定一年 通常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逐年增加 这是一项赔偿政策 我们目前的理解是 保费是免税的 福利可以评估为收入 我们强烈建议就您的个人情况 征求税务的建议 标准功能 应付福利有三种类型 一 指定医疗条件 如果您患有列出的特定医疗条件之一 保单将从残疾的第一天起支付福利金 直到您不再仅仅由于该病而治残 津贴 按月拖欠 把最后一段读完啊 津贴按月拖欠 没有等待期 如果在保险开始的头三个月中 首次出现这种情况 则某些条件不包括在内 请不吝点赞 订阅